好 欢迎陈老师今天带来的课程 欢迎老师 好的 非常高兴 一般上课很少在下午的时间上课 那这一次的话非常特别 所以说我在想 我们是不是都要 大家都是社大的好朋友们 我不太清楚 那我要先各位先报告一下 因为我现在 这一次的应乐林的邀请 杨雅廷老师的邀请 我有四个课程 那四个课程里面 我是以一般的 摄影演习班的一个课程的方式编排的 我没有特地为比较业语的人编排的 我想 我不晓得到底适不适当 但是大家姑且听词好不好 那也很抱歉 各位看不到我的影像 因为我本来是用iPad 不是iPhone Mac 不是Mac iPhone 对不起 我真的真的接接抱抱抱抱歉 刚刚有一点在忙 是用那个苹果的桌上型电脑 但是现在好像连不上 所以说我临时用iPad 来跟大家聊聊 我们的三月的风红台北奥万大 那之后三个课程都是国外的一个课程 有人文的 有风景的 那有一些比较很有趣的一些画面 也就是我们一般在台湾看不到的画面 那这一档就要这一档是在台湾的 我们美丽的宝岛的一个画面来呈现给各位 那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说 我的照片都带有一点众生感 也就是说我都大部分都是用比较大的光圈 比较长的镜头在拍的 那如果说你们没有比较没有长镜头的话 可能对你们的帮助不是很大 你可以欣赏我的构图 各方面的一个光影的抓取 但是可能用手机拍还是用一般的光角镜 还是中焦镜拍的话 可能比较难达到我这些照片的特质 我这个是用Canon的100到400的 长镜头的单眼相机所拍摄的 所以说请各位见谅 好我们现在看到第一张大家都看到了 我们这一张只有一个地方清楚 我们会先注意到右上角那个红叶子 也就是跟各位介绍 其实我们在拍照并不是每一张都非常清楚 还是一张照片里面每一个部位都非常清楚 这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它造成什么效果 就是我们眼球在肉眼上看不到的效果 我们眼球上看得到的画面 比较不会吸引人 因为我们的眼球是世界上最好的照相机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哪里对焦到哪里 都非常清楚 远近瞄一下都非常清楚 它就没有哪一种谨慎的问题在 但是我们在拍照的时候 我们利用大小的对比 主题的对比 清楚跟模糊的对比 我们可以让大家欣赏到我们一般肉眼看不到的东西 也是特别的迷人 比方说大家在拍晨昏的时候 都说今天出大景了 今天出大景了 那大景是什么东西 就是红了 天空红了 夕阳还是晨曦红了 大家说非常高兴 为什么 因为我们平常很少去注意到 晨昏的美丽 早上可能太阳刚出来 还是还没有出来之前 那个色彩最漂亮的时候 通常我们都还在休息中 等到黄昏 太阳即将落下 还是落日膝下之后的一段时间 它是色彩最美丽的一个天空 但是我们可能都在忙于工作 还是在回家的路上 所以说我们没有看到这些景色 所以感到它特别的美 好 那我这张照片 应该也会吸引你们注意 跟一般的风景照片不太一样 跟你们到武林农场去拍那些风月 到什么地方去拍风月 那种照片都不太一样 因为那是大块文章 就是树大就是美 但是我们的台北奥文大 好 我先讲台北奥文大 它的特性 台北奥文大只有在平等里 就是阳明山平等里 就是照樱花那一条大道里面 那一条不是大道 是小路山路里面 一个台北奥文大 这个上网一看就会知道了 那为什么挑这个时间 来跟大家介绍风月 处月也是叫处处 一个木字房 再一个清旗的处处 那这个特性就是 它这是这种风月比较精致 小小的一片 非常小的一片 比方说你现在看到了 右上角那个主角 很清晰的那片的红月 只有我的母子大 只有一个一片母子大 所以说它要长镜头来掉出来 那因为日本术术 也是叫日本风月的 这个红月子跟一般在红的 时间是不一样的 一般在秋季 但是就是在春季 跟即将进入夏季的时候 应该是在春季 也就是说我挑这个时间 来谈一下风月 就是你们看到我的照片以后 你们可以自己去 如果需要的话 你们也可以大家 大家互相联络一下 有兴趣去的人 可以透过小张来约我 义务带大家到台北阿万大 去做这个日本风月 就是三月风红 我们去做一半一片狩猎之旅 好的 那它的红的时间是在三月的 三月就是这个月的下旬 到明到四月的中旬左右 这段时间是最漂亮的时间 而且他们离台北市非常的近 离基隆市更近 不是更近 也是很近 但是它的可看性非常高 它如果到假日的时候 如果这个风月期到假日的时候 是人山人海 根本挤不进去 而且可能要预约 还是要在那边排队 因为它只有几百个位置 它室内室外都有 它的收费方式不一样 它是要收费的 那进去的话 就缴一个门票 但是这个门票 大概三百块三百五十块 但是你可以抵用一个素食餐 就是在中午 还是什么时段 你都可以享用一顿 相当好吃美味的素食餐 它有七八种口味 你们可以挑 也就是说 门票也可以当餐食的抵用券 这个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它范围不是非常大 它的枫叶数量也不是非常多 但是它非常的漂亮 很多样化 所以说我几乎每一年 都带了好几团的学生去那边 大家拍拍枫叶 所以说我的枫叶的照片非常多 我就用其中的一小部分 来跟各位介绍 那你看一下 我们先讲构图 所以说我为什么 我的主题是用简单轻松快乐学适 因为我的方法非常简单 我非常轻松在拍照 尤其我在后制作方面 非常的 也可以说初级班 幼稚班初级班 我不重视在后期的 Hotoshop还是Lightroom 在那边做后制的处理 我非常少 可能也可能迎合一部分的人 那但是 我在拍照的时候非常严谨 我在构图跟光影的抓取 比较严谨一点 好 那我们在拍枫叶的时候 尤其是枫叶 花也一样 印花也一样 其实没有天气的条件 只有在它盛开 没有盛开 的时候的一个区别 天气上是没有限制的 也就是说它 晴天当然很好拍 但是它当然晴天 也有它的缺点就是缓差太大 亮的地方太亮 暗的地方太暗 不一定好 好 阴天的时候 缓差减少 我们不拍到天空 根本就不影响到我们照片的 值数 你也看不出来这是什么样的天气 那还有一种是下雨天 其实下雨天是我最喜欢的时间 因为它金银剔透的让月子呈现出来 而且在雨季中增加了一些浪漫的气息 都非常合我的胃口 好的那说到天气的话 你们看到我这张第一张的照片 我就谈我们就是谈到一些大家的一个共同的前面的前言 那这张的照片你们可以看出来这是什么天气拍的吗 我想你们应该都可以猜出来 这是阴亭拍的 它的缓差没有非常大 但是它很柔柔的一个美 好 那这张的构图的主题 我还是要讲 后面它有一棵 它的解灭树 但那棵的树 它的枝叶非常比较茂盛 而且它的色彩多样化 但是我当前景也是足景的 这一棵前面的这一棵树 它只有剩下一片枫叶在上面 而且在枝叶上 在分叉点上 所以说我就很喜欢这种感觉 很喜欢有比较孤单的感觉 但是如果这样拍出来的话 太单调了 所以说我配合它后面的那棵树 那你有没有看到 我那个形状 两棵树的形状 几乎有一点都有一点 由右向左的一个小弯曲在 那我用长镜头 用大光圈制造的前景深 就把它们叠在一起 好像是它的影子的一种感觉 这是我要制造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我们一般肉眼看不到的效果 比较能吸引人的注意 那那边的话我当然是对焦在右上角那边 那我想如果说各位有需要的话 等一下会可以邀请我 可以告诉我 可以要求我不是邀请你 可以要求我告诉你们 要怎么对焦的技巧 要怎么样构图的技巧 那构图我们一路上位讲 那如果在拍摄的技巧 焦段的技巧 跟我们对焦的技巧 测光的技巧 如果有需要的话再告诉我 因为太多的老师都会介绍给大家 所以说我就不在此赘述 如果特别需要等一下我们中场的时间 可以请大家发言一下 告诉我一下你们有什么需要好不好 好那你看右上角这个就是我的竹琴 把它拍得清楚 艳丽 把后面的淡淡的一个美 好像是他的影子的存在 好的 那我们看到第二章 热热闹闹 但是热热闹里面 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限制在 你如果说只有拍这样美美的照片 你通常不会有特别的感觉 尤其你如果说用比较小的光圈 拍的都很清楚的话 那就会怎么样 就会乱 就会整张照片 就是乱 但是我用比较大的光圈 比较长的镜头 它制造出来的景深效果 大家看一下 它就清楚中有模糊 模糊中有清楚 它就比较不乱 而且下面的一个凹型的 其实那是一个屋顶的结构 屋顶的那个 一个屋檐的地方 那一个凹槽 我把它放在那个地方 它是在远处 那模糊掉以后就变成这种感觉 跟各位做参考 它红的非常美 它有好几种颜色 我们陆续看好 好 这也是一个的 就是跟第一张有点类似 就是那个地方 也是第一张 那个主角 我们就把它移开来了 我们刚 第一张我们是把它重叠在一起 那现在我们把它移开来了 那你看一下 它变成在走上方 刚刚是在右上方 那现在在变成走上方 那我刚刚还是要跟可能各位都已经知道的非常清楚 但是我还是要讲我的构图 我的构图 基本上都有一个竹井跟浮井 竹井就是它最清晰的地方 但是它不一定大 都是小小的 我的竹井都是小小的 反而用比较大的浮井来搭配它 称托出它的骨头性 那再来就是构图上 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构图的方式 就是我的竹井通常都会放在我们的景致法的那种景致构图法的四个顶 那就是黄金构图顶 一般都是这样 浮井也都会放在它的对角线上 也就是说我会成为一个斜线构图 所谓斜线构图就是说 你看在上方 那一团的话就在右下方 如果它在走竹井在走上方 那浮井可能就通常放在右下方 成一个斜线的一个构图的方式 就是各位可以做比较一下 像这一张也是一样的 有不一样的构图方式 你看我这个对角是构在中间的 偏右的一个中间的地方 但是我的浮井的话 最重要的浮井就是整条枝干是一个浮井 那就是一个斜线的构图 左上方有一团比较完全不清楚的那些叶子 也是我的浮井 它就放在左上角 跟它成一个对比的方式 我的照片 如果说以后看到人文的 看到其他风光的照片 风景的照片 我都是用同样的构图方式 所以说我的标题就是 简单轻松快乐学生 又是 其实都是同一个地方 那又是不同的一个构图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做出来很多的不同的诠释 你看我还是把竹井放在左边 左下角这个地方 把右上角就是往右边偏斜那些模糊的那些数月群 那就变成它的浮井 这是一种另外的一个方式 这个也是一样 我大部分都是采用拍风液 尤其在台北奥文 台北奥文道拍风液 这个小小的叶子 都是用前景深长镜头 大光圈的方式拍摄出来的 像这一张也是一样 它是后面 我对焦在后面的那一棵树 那前面的是另外一棵 把它的清除跟模糊给衬托出来 一般都不离这个范畴在 各位都可以做一个参考 等一下有问题的话 你们就记下来一下 告诉我哪个地方有问题 我会在我们的视频上来详细回答 这个我的对焦就不是在枫叶上 是在那个松枝上的一个嫩芽上 让它一个直的一个横的颜色 绿色跟红色的一个照片 来形成一个对比 那这个也是一样 我的竹景当然是放在那种 有绿色有黄色有红色的那个枫叶上 它因为它是很小巧 所以说它非常纤细 非常的有柔性的美 那它在那个树干的枝叶上 它高分叉点上刚好一团的 因为它的湿度都非常高 有一团的绿镯在上面 那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 它是一个浮井 它是一个构图上的浮井 那变成也是斜线的构图 也就是树越在左上方 那在右下方的话 就是我们枝干的一个绿枣 形成一个比较强烈的对比 那这一张好的 我们就看到我们下雨天拍的 为什么我喜欢下雨天拍 它是真正的金银剔透 而且我把它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雨滴在上面的形成的雨滴 都可以反射周遭的一些景色 那在雨中拍照的话 真的非常有意思 但是各位一定要防雨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 要怎么在雨中拍摄 其实我很喜欢下雨下的越大 我越喜欢拍这种小品的东西 那我的方式跟一般人不一样 我是带着雨伞 而且我那个雨伞也不是很小 就是打高呼求的那种 周阳伞还是雨伞 那个不是500万那么大 但是它起码也有300万 那那种雨伞的话 我是把它插在我的衣服里面 外衣里面 把它固定稍微固定 用我们的那个裤带稍微固定它一下 我们就可以空出两只手来拍照 而且都不会领导 但是它就是如果在人多的情况就麻烦 它会碰触到别人 会妨碍到别人 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那这张照片的话 其实它不是很容易拍 因为它那个雨滴非常的细微 水珠非常的细微 我们在对焦的时候 要对焦的非常的精细 尤其我是用长箭头前景深 大光圈前景深拍的 它就不是很容易就对到非常清楚的焦点 各位也要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但是幻化组一个美美的一个景象 那左下角这是竹景 也是放在黄景点上 我们就看下一张 又是一样的 其实是同一个景点 但是我稍微移动一下脚步 所呈现出来的方式 我们再把这个 以著中的反射的 它反射出来的景象 让各位看 它还是很精细的 又是与中的 也不一样 这是同一天拍的 因为我这个专辑的话 会把几次同一天拍的东西 集合在一起 这也是一样 好 这个的一个重点 就是我在对焦的 最前面 最前面的一个 那个对焦点 在右上方 右上方 靠近中间那个地方 它是我的对焦点 但是我为了让它更凸显 我选择一个白色的 偷焦以后的水珠的光斑 它是水珠 它偷焦以后 它变得很大 它是一个水珠的光斑 在上面上 让它放在中央 形成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对比 比较漂亮的一个对比的一个方式 好我们下一张 好我们就看 各位如果以后要有到 还是以前已经去过了 还是以后去的话 在台北奥安大 它也是一个蜘蛛的王国 它在枫叶上的蜘蛛 非常的多 有大有小 有些相差数十倍的体积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小株质 它就非常的小 这个小蜘蛛非常的小 大概只有一个 几个米粒大了 就是一个黄豆大 只有一个黄豆的大小 很小 但是它就停在那个 我们的枫叶的一个枫叶的头顶上 那我就好好对焦拍出来 还有跟各位介绍 我在拍照 白天几乎不用三脚架 傍晚也不一定会用三脚架 当然我拍照 我有我的利润基础 所以说 这个大家 每个老师拍照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我是不用三脚架的 尤其在这种枫叶中 它稍微移动一下脚步 它所形成的画面 跟各方面的条件就不一样的 呈现不同的面向 所以说 我喜欢很灵活的拍照 也比较多的作品 所以说 我通常都不用脚架拍照 这个是要跟各位介绍的 你看一下 这个小蜘蛛 精细到这个毛 它的那个脚毛 它有鲜毛都已经看得出来 然后再跟各位讲 你们也不用问我说 有没有后制作 有的有后制作 只有单纯的颜色 是摄像保护度 锐利化 对比性 还有那个色阶 也就是它的明亮度跟暗度 的一个调整而已 其他没有 我有没有叠片 没有 因为我没有学 我也不会 好不好 那这张照片的话 前面它的前景 就是花朵 它是在前面 我们的湖景 不一定在后面 后面可以造成模糊 其实前景 更容易造成模糊 所以说 这是白花 小小的草花 摆在前面 增加一点朦胧性 增加一点美感 同样的一张 我就是到处移动 我不用三脚架 如果用三脚架 真的很麻烦 所以说我习惯不用三脚架 它又另外一个角度 它不一定是我动 可能是这个蜘蛛洞 也不一定 我非常喜欢 万绿丛中一点红的那种感觉 而且清除跟模糊的一个对比性 那这个刚好有颜色的对比性 也有清除跟模糊的对比性 就会构成一张比较重看的照片 那那个红的我把它放在中央 不是放在黄金点上 为什么会让右边 那个下方的中间点上 因为我要配合这一个树枝的延伸感 就是树干的延伸感 那左边的那个树干的延伸感 那前面的其实它也是一个 前面枝干的一个枝雅上 它长满了青苔 这样搭配下来 把这个青苔给蒙扶掉 它造成的一种梦幻感 好 这个就一样 这个是天气好的时候了 我们刚刚有阴天 有下雨天 现在就回到晴天来了 那在晴天拍照的话 你往上往树 我们一般 当然它树都相当高大 那所以说我们一般都是要仰头拍照 仰头拍照的情况下 它在树叶跟树叶的中间 有很多空隙 它就变成白色的光斑 白色的光斑 但是脱窍以后的树梢的一些空隙的光斑 那在拍这种东西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尽量可以用 侧逆光还是逆光 还是逆光拍 它会显示出那些树叶 它在逆光的情况下 在测逆光的情况下 它会显示更加金银地座 保活度也会更高 这个也是一样的 刚刚那个枝崖 那个红叶石放在下面 下半部 那现在这是放在上半部 三分之一的地方 同样放在中间 但是我用其他的 那个前景的方式 不要让它呆板 就是放在中间 大部分都会显得比较呆板 但是我们这个避开这个白板的地方 好各位如果你们眼睛看得清楚一点的话 这一个那个嫩牙 它上面有蜘蛛蜘蛛书在 我就说它是一个蜘蛛的王国在 那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片的浮井 它好像水彩化的感觉 那把它蹭透出来 一个写实的形象的感觉 这是一样有蜘蛛书留在上面 那通常 我这种拍照光华 都大致上八九不离十 就是放在黄金点上 搭配一点的背景 我们所制造出来的效果 那各位稍等我30秒钟一下 沈老师好 有老师有听到声音吗 小张抱歉 我刚刚离开一下 知道了 那请问一下 我们可以提出来 我们就到这一张让他做一个小逗点 那我们让给各位几分钟大家看一下照片 那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 目前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的 还是我留在我们的一个视频中 告诉你们一些什么样的重点 怎么拍的一个怎么使用器材的一些重点 你们都可以提出来 如果没有题材我就是照这样的一个构图跟一个表现 一个美感的一个方式呈现给大家 我就不要讲的太详细好不好 因为太详细你们不一定会记起来好不好 你们也不一定学习要用上 因为我还是非常的讲究 我们非常简单 轻松快乐的学摄影 因为我们学摄影是快乐 不是要拿来当着负担 这一点非常重要 好的 那我们大家都喜欢拍到好照片 让大家 让自己快乐 但是什么是一个好照片 事实上不是别人习 不一定是别人习 但是你自己一定要喜欢 你自己喜欢的照片 当然 再来就是家人喜欢 再来是朋友喜欢 有没有得奖 有什么东西 那个一点都不重要 我们快乐最重要 好不好 我的在摄影的宗旨里面 就是特别讲究这一点 有什么问题 你看一下这张的细腻度 我们边看 边那个 这个细腻度 那个蜘蛛丝 你们刚刚也可以问数据 我刚破了一下 刚好跑这 这是2013年4月5号 星期五上午10点38分 4月5号你们看到 我是用EOS7D 7D是一个 过时的 那个十几年前的 老相机 7D 而且它特别便宜 它是APS7的 也就是不是全画母的 就是半画母的相片 一个 相机 我是使用70到300的 光纤4到5.6 这个镜头 说贵不贵 说便宜不费 三万多块钱 它是一个白色的L镜 但是我为什么用7D 加上这个 因为我这样的 长焦才够 我刚刚讲不是100400吗 那时候100400 我还没有用 还没有 没有买 而且它非常的重 那这个70300比较轻 那我用 APS7下去拍的话 它变成乘以1.6倍 也就是70乘以1.6倍 是112 300乘以1.6倍 是480 也就是我从112到480 用这样拍出来 好 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是我用那个 iPad的一个效果 我拨一下 我就知道它的数据 它拍照的时间 在什么时候 现在的电脑 它令我折服了 但是我也对电脑 最没有信心 我刚刚弄了半天 你们看不到我影响 因为我现在是用iPad 不是用那个桌上型的电脑 在跟各位讲 也就是我在照片的处理上 在处理这个电脑的数据上 我真的是非常的笨 而且我怕它 我就是近老远 可以少用就不用 那我只有在Hotoshop上 是比较 这是我的专长 我在Hotoshop上 一张照片 只要两分钟 只要四个 三个四个五个步骤 就完成一张照片 非常简单 你们现在的照片 看到的照片 都是用两分钟 手后次完成的照片 好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人有问题 听得到我声音吗 小张 可以 可以 都可以听到我声音 你们大家有没有问题 还是继续这样讲 还是我改变一个 老师有听到 有听到你的声音 是的 那问大家 我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大家我们有 都正我才谈话的内容 好 我们都有 把大家的那个麦克风的权限解除了 那如果说 老师在提问 各位有问题 想要询问的时候呢 也可以 直接把麦克风打开 进行提问的动作 好 老师那麻烦请您继续 谢谢老师 没有 OK 我刚刚讲的 就是关于 它是一个蜘蛛王 我的一个地方 它各式各样的蜘蛛 你们已经看到好几个了 那你看这一个 是比较完整的一个网状 但是我们在那边拍的话 不是只有拍一个蜘蛛 也不是只有拍 它的红叶子 我们把它搭配在一起 但是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蜘蛛丝 然后搭配上远处的那个枫叶 那变成一个可看性比较高的东西 也是我们肉眼上没有办法制造出来的一个效果 各位可以做参考 那你看一下我这个蜘蛛还是拍的非常阶细 在对焦上面都很棒 而且我这是十年前拍的照片 而且都是用比较旧式的相机拍的 但是它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一样的方式 这个变化都不是非常大 还是用水彩化的方式把它出来 好的 这个就比较清楚 其实这个照片就是在下毛毛雨的那个时间 下毛毛雨的时间拍摄的 下毛毛雨的时间拍摄 它让它的叶子更加的亮丽 更加的突出 那我们在拍亮丽的东西的时候 要记得背景是要比较暗的 背景比较暗的话 才能凸显我们竹井的突出 那如果竹井比较暗的时候 我们的背景通常就要找比较亮的地方 它才可以把它凸显出来 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应该都清楚 这个就有意思了 这个其实他们是那个红叶子后面 有一个圆圆的黄色的 还有前面左边也有 实际上它是什么东西 它是靠近接近黄温三四点以后的时候 四五点的时候 他们的餐厅就是他们那个台北二万大 它的园区里面 它有很多的灯 然后在房子在路灯上都有很多的黄灯 它打开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利用它来凸显我们的竹井 这个我就对焦在它有没有看到一片叶子 它是在树干的后边 那我看出来很有意思 就像展翅想要飞翔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我把它当成竹井 放在左下角的地方 当成我的竹井 这个也是下雨天 那这个下雨天 我也蛮喜欢这一张的 这张是整片树丛这样下来 但是比较靠近我的地方 它反而是最模糊的 那那一个水珠离我最远的地方 我对焦在这下方的两个水珠上 让它有很多的颜色 有晶莹剔透的感觉 这是在下雨天拍的 它才有水珠 你看树叶上都是有水滴的在 所以说如果要到台北二万大去拍的话 你不用挑什么样的天气 只要你高兴几个朋友 就可以上去在那边溜达 你可以溜达一个半天 还是一整天都可以的 在那边喝喝咖啡 吃吃这个素食餐 素食的火锅 还是很容易打花一点 来面聊聊天 都很容易打花的 它也有溪 也有溪流 也可以带小孩子在那边去玩下水 这一张这两张 事实上是同一个时间拍的 但是它的有点点小差别 好 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它里面有很多的小黄纸 有一些小黄纸的话 就是一般都是一个像棚架式的方式 一个小凉亭的方式 它不是盖密的 它会有那个木构的一个结构上 会覆盖着塑胶布 那其实事实上这个就是 你看一下这也是主体 那塑胶布所反射出来的影像 左边这边是塑胶布反射出来的影像 右边是实际的影像 这也是我们可以利用的一点 它的一个会反射的影像 你都会特别注意到 比方说我们的汽车 在挡风玻璃上还是在车身上 都一般都会反光 那如果说都是镜面的比较多 那如果说附近有什么很漂亮的东西 倒映在我们那个映射在我们的车子上 也是可以成像的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在 好 这个不是在台北奥远大拍的 事实上这是我在我公司的屋顶花园上拍的 那这个屋顶花园的话 我也种了两棵的日本树树 那有空的话就拿出来拍一拍过过雨 好的 这也是一样 很小片的枫叶 但是它的周遭的叶子 呈现比较大的一个叶子 它所呈现的一个另外的一个感觉 这个就 它的颜色就很淡 其他的没有什么颜色在 只有两片红红的一个清楚的 一个不太清楚的小枫叶 小树树在上边 好 这是在我公司拍的 刚好我那个 那个我被我抓到的这个毛毛虫 很相当大的一个毛毛虫 比叶子还要大的一个毛毛虫 它在那边转来转去 我刚好抓它当主角 拍了几张照片 毛毛虫就爬在枝叶 那个枫叶上 这是在我的公司的 屋顶画影拍的 所以是一样的 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通常我刚 我刚开始讲的时候 就是有个竹井有个竹井有个竹井 但是竹井不一定要放在枫叶之中 因为在右上方的一个枣叶 生长在草丝的树干上的时候 它又长出很多的又描出来 我认为它的稀少性 比枫叶还要难得一见 尤其我们用热眼去看的话 你看不出来那些细节 我用相机表现出来 就看到上面一点 一个一个小小的嫩影 又长出来 那这个就是 第一个斜线构图 就是两个树干式斜线 然后竹井跟腐井 又是一个斜线构图 放在黄金点上 这是比较我喜欢采用的 标准式的构图法 其实我的构图法 就是这么简单 没有很大的变化 有一些老师 他讲了一个十几种 二十几种 三十几种的变化 怎么构图 S型三角型 道立三角型 真立三角 什么东西 我没有 我只有两个构图的重点 就是黄金点上 竹井跟腐井 然后斜线构图 比方说我们在划船 我们在拍船的照 那个划那个行舟的照片 那个船的话 如果说指的向我们来 不错看 横的向我们来 那个斜队角向我们来 拍出来也不错 但是如果说它是一个 平行的 就是拍它的侧边 就是水平线 跟水平线对齐 这样拍出来的照片 它就是会比较白白 这个道理在 这个也是一样 它灯光出来了 那个餐厅的灯光出来的 我们就可以以它跟这个枫叶 别在一起的方式来构图 所以说我们在任何一个环境中拍照 都要注意到我们周遭是有什么东西 你没有看过的 还是你没有注意到的 我们利用小小的东西来拍这种小品的作品 都非常棒 那我刚刚就讲到什么叫小品的作品 就是它不是风景 它也不是人文 它也不是那个大块文章的 很茂盛的一个大情 来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大情 它就是一个淡淡的美的小东西在 就是我们所称的小品 那事实上各位要记得 你认为小品比较容易拍 还是大景比较容易拍 你们各自心里去盘算 是哪一种比较容易拍 好不好 这是一样的方式 拉出来的线条 那前面这个湖井 这个模糊的前景 事实上是在前面 背景就是竹井在右下方 它是一个呈现的方式 那我们拍这种东西 就是红色跟绿色 它会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也是我们要狩猎的一个竹井 这是一样的 也是用它的灯光当成它的一个衬托 在一个充满枣烈的一个树干上 它一个小小的枝芽 好 这也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松枝 它我不晓得松 那个松枝 它会开花 你们看到一下 它就开花的一个结果 这是傍晚的时候 它灯亮了 它已经呈现很暗的一个画面 这也是一样 一样都是在黄昏的时候 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样的一个方式 在表现 这就是用灯光在表现 灯光跟枫叶的结合体 在表现它的一个方式 你们都可以做一个参考 好的 你看一下 在黑白的方式下 它只有叶子是红色 这是一个效果的呈现 好 这个效果的呈现 我要推荐给各位使用 这一张照片 我在做的时候 我是把绿色 把绿色 那个黄色的色彩 把它的饱活度降到最低 这样你了解吗 大家了解吗 我把它的那个色彩给 绿色黄色的色彩给 我把它一些色彩 这张不是 这张我不是淡化掉 事实上它是 本身就是这样 那就是 比较白的树干上 把它虚化以后 就变成这种效果 我就一边看手机 一边跟各位聊聊 这些技术上的问题好吗 好 非常好 这样的话真的很清楚 好的 我先从第一则先回答好吗 七节 七节 他说拍工业长焦段 给你工业站的距离 大概多远 不得美 那我告诉你 多远 我从来没有技术 请大家见谅 因为我的对电脑 真的是有恐惧感 这是年纪大的人 通常都有这个毛病 我真的有恐惧感 而且真的是很笨 所以说越笨 越有恐惧感 越有恐惧感就越笨 抱歉 但是我在拍照的处理方面 我还认为还是可以的 所以说各位不要客气 拍枫叶长焦段 人与枫叶站的距离 大概多远 糊的美 是用150米 150米是定焦镜吗 如果是定焦镜的话 我认为 小生 你们都有听到我声音 老师有 老师我都有听到 你放心 都有听到 那150米 如果是定焦镜的话 应该的 它的光圈会比较大一点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一个镜头 但是你说要多远 糊的美 不用考虑多远的问题 你只要 因为我们这是很细小的东西 如果说我们靠近的话 你要看你能靠得多近 你一般你要构图上的话 你到底要多长的镜头 当然是用变焦比较方便 但是你能靠得多近 你要是你 因为每一个地方 你要能靠得多近都不一样 所以说你适当的距离 就可以拍出这种照片 只要你 我们有一个先决的条件 就是你光圈 你那个不能用广角镜拍 广角镜拍不出这个效果 因为它的景深太深 所以说你拍不出来这种效果的 那你一定要稍微用长镜头拍 要起码要100mm以上来拍 比较会有效果 然后我要跟各位讲一个光学的 它在成像的原理上 我要跟各位讲一下 我们能拍清楚跟模糊 这是跟我们肉眼最大的不同 就是相机 它不如我们肉眼 那相机的话 它一定会有一个景深的问题 那你通常就是光圈越大 它的景深就越浅 你的感光体越大 它就景深越浅 所以感光体就是 我们全化肤的CMOS 它比较大 它的景深就会比较浅 如果你用APS-C 你就会景深就会比较长 那最长的是什么 就是那种0.39寸的那种 小小的那种撒瓜机 它的景深更深 它越不容易拍出来这种效果 好不好 这个基本上的回答 那再来就是 我们主体的大小 跟浮井 主体的大小也有关系 然后你跟浮井 它的距离有多远 事实上这是最重要的因素 如果说你光圈很大 你直径很长 但是你竹井跟浮井 相差只有两寸三寸 你要制造出来 模糊的效果是比较难的 也就是说 我们的竹井跟浮井 拉得越圆 它越模糊 越靠近 两个井点越靠近 越清楚 那就是我们的竹井 离你的尽头有多长 你如果非常靠近竹井 但是你的浮井 稍微三四寸以后的话 你非常靠近竹井 但是只要短短的竹井跟浮井 只要短短的距离 就会产生模糊效果 你如果站得很远 比方说你站到五公尺远 拍这个竹井 但是你那个浮井 相差一公尺 相差也是一公尺也是蛮远的 但是你要制造出来的模糊效果 就会降低 也就是你越靠近竹井 你的浮井 靠近竹井越远 它就会越模糊 反之 就紧身就越深 好不好 这样的达户 不晓得你会有什么感觉 你可以用定交径 可以 但是你就要试 当场的你距离的情况 你先下去调整 因为定交径就是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 它的指数会非常好 但是它有一个麻烦的地方 就是你要去迁就它 你到底要拍多大 你要靠近还是要退远一点 这是你要决定的事情 好的 然后拍小品用什么测光模式居多 那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拍照 二十几年 二三十年 我所有的每一张照片 都以前在用哈树相机拍 它一颗电池都没有 我们要用测光表来测 我们都是测我们的主体 测出来以后 我们再转那个房间 那个很麻烦 都要三脚架 久久的才能拍出一张照片 那个是机械式的时候 那是底片的一个成物 那我后来用我们的DSL 就是仿光镜的那个 仿光的数位相机以后 会有仿光镜的数位相机 跟现在的无反相机以后 那当然都要很重要的测光 因为基本上测光是很棒的 那测光的话 我通常对焦跟测光 我测光是用平价式测光 百分之百 到现在从来没有用 其他的方式测光 都是用平价式测光 也叫做全横式测光 各位记下来的 那我在对焦点 我通常放在 以风景来讲 尤其是小饼 我通常会放在画面的 正中央的一个小点 就是最小 挑那个局部对焦 但是评价式测光 对焦是局部 就是最小的局部测光 那我就会怎么样 用中心点下去 对焦以后 然后再改变画面 这样你懂意思吗 比如说这张照片 我会对焦 在这个中心点对焦 在右上角这个工业以后 我再改变过 先对焦 再改变过 就是对焦以后 办案快能 不能太重 也不能太轻 太轻的话 你没有索焦 太重的话 你没有 太重的话 你就激发了 就没有效果了 那个就是你们要 要去拿捏的一个地方 好的 那我通常在评价式测光的时候 我们评价式测光 就有一个比较大的特性 就是评价式测光 还是权衡式测光的时候 它就是以中心点 所谓评价式测光 跟权衡式测光 就是以它的中心点 是一个比 那个测光比重 最强的地方 它向上的设定就是这样 比方说中心点十八线 它可能占到二十八线 甚至三十八线以上的测光量 其他地方可能就占了比重 很大的面积 比方说周遭百分之七十 它可能只占到三十的测光量 所以说基本上 这样的测光方式 都是正确的 好不好 所以说 我们基本上就是用 中心点测光对焦 但是所调以后 它同时会锁定测光纸 它就不会变 那你再重新购底 你再拍照 好的 那说到 我们要不要加浅光的问题 很多人都问我说 我们要不要拍学弟的 拍什么东西 要不要加浅光 加浅光通常都不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在后制作上很容易拉 很容易拉的 那我告诉现在 跟各位讲一下 也就是说 我们在测光 用这种测光的方式出来 大部分就是准确的 大部分都准确的 好 那我 有没有加浅光 一般都没有 就是放在中心的 这个位置 我有没有看那个 测光图 就是那种 进光量 什么 那个叫什么 叫什么 我从来不看那个 我从来不看那些数据的 因为 照片 一张照片是非常主观的 我认为怎么漂亮 就怎么漂亮 不是测光最准确的 对焦最准确的一张照片 最美 不一定 不一定 这一点应该让大家做参考 也就是说 我们这种照片 那个图片 尤其是照片 是非常主观的东西 你认为不好看 那可能他得到金奖 你得到金奖的照片 不一定好看 但是没有得到金奖的照片 就不好看吗 不见 好不好 就是存乎一心 所以说评审 为什么越大的评审 评审要越多 比方说 我在别会跟省会 当了十几届的 那个荣选评审 两边我同时间的事 已经要十几年了 大概明年就会被 取消资格 现在不太管事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会在那个评审会有几位 省会十一位评审 别会十三位评审 就是每一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 我们采用多数据 好不好 像这种评审的过程 是非常反复的 那每一个人主观的观念 都不一样 那所以说我现在就这样 对焦跟测方告诉你 但是我现在坦白讲 我要吐槽一下 那个非常红的 我跟他比我当然 他人家是博士 我是博土 那个博士 那个无师 他讲说向右 向右测光 向右测光的意思就是要加光 他而且他主张 加到一又三分之一格 一又三分之一格的测光 他的利润 我看了两三次 我好好去体会 其实不见得正确 好不好 因为他向右偏移 就是让他拍的比较白以后 他是在后面再拉回来 那他用测光不足的时候 比较一又三分之二还是两格 他暗暗的时候 他把他拉回来 跟测量的时候 他把他拉回来 看他的噪点 他的清晰度 那当然是过度的曝光 过度的曝光 他拉回来会比较好 所以说如果说我在中心点 我在用最正确的 我没有加减 我在最正确的曝光池 测光的时候 他没有做比较 如果说他正确的 都不用偏移的 他在用向右测光 跟向左测光 就是过度跟不足 测光在做比较才是公平 所以说我后来发觉 他的有疑病 他会把他拉回来 拉回来以后再做比较 那我不要拉回来 我就是用最忠实的 最真实的当场的测光 来做 我根本不用再拉回来 那什么样度比较好 所以说我这两 前两次去拍照 我要照他的方式向右测光 但是我不认为好 因为我用最正确的测光 是最棒的 也就是说 我再重新讲一调 用中心点 用平价式 用中心点对焦 用平价式 中心点对焦以后再构图 然后我用平价式 还是千龙式的一个测光标准 我讲的很详细 好不好 你不晓得 如果各位等一下还没有非常清楚的话 你们可以再问我 好不好 我这样讲的话 可能讲的太多烦了 你们不一定会记得起来 那用定焦镜头 多小焦段最大方箭多少 这个拍这种小品的话 我是比较不主张 各位用定焦镜头 你们不要在YouTube 还是老师看的太多 他们都说定焦镜的品质 好很多好很多 那个 变焦镜的品质很差 但是 我真的想考考他们 其实我也考过了 那我结果 可以告诉你 不需要那么重视 好不好 我用定焦镜拍 我很多定焦镜很少用 因为不方便 所以说定焦镜跟变焦镜 同样的焦段 同样的测光值 同样的拍摄模式 拍出来的话 我给那些大师讲 说他们定焦镜多放多 其实分辨不出来 但是只有一种例外 是职业的 职业的人 他是要拍商品广告 他要放大很多 会不会有差别 一定会有差别 但是我们业余的人 尤其在拍这种小品的 拍风景的 可以忽略 这样了解吗 不要把摄影看得太严肃 也不要把它看得太偏重 某一方面 哇 他的素材又很美 他的那个对焦非常精确 所以说我用定焦的 你会付出很高的代价 所以定焦镜头 这个镜头我好几个很少用 大光圈很少用 因为我认为不方便 我用这个变焦最棒 好 如果讲到这一点的话 我还是要跟各位推荐一下 这个相机跟镜头 好不好 我比较老板 我比较老板一点 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课 各位就我就不用做太多的那些基础上的讲解 那现在还是比较老板一点 告诉大家一下 我使用的 我昨天 才跟我最最喜欢最爱他的小张 从五届回来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领队 一个策划策划的一个摄影者 他很棒 那拍照也相当不错 那我这次是带三机三件 因为我在测试相机 我有R6跟R5 那我R就是最基本那个相机 就是最两年前买的那一部相机 我是装了14到35的 两个月前再出来的F4的镜头 它是广角镜 我一张都没有拍 但是很多的人 包括一些老师 他们都是用超广角在拍 但是我一张都没有拍 那第二个镜头是R6 R6我很推崇大家 但是他有一个条件的限制 他只有两千万项数 所以说他尽量不裁切的情况下 不裁切的情况下 他在这个保持他画质的那个 干净度跟灵敏度 因为他画质不高 他在暗部拍照非常有力 而且他比较不会有照点 好不好 我说一些比较原理的问题 让大家做参考 那因为我们要拍好照片 一定要懂得光学的一些原理 那所以说我用R6 两千万化数 但是不要想看他两千万化数 他是跟二十几万的 几年前两三年前 刚出两年前刚出来的 1DX就是DSL 就是有反光镜的相机 叫做1DX Mark 3 他二十几万 那二十几万 他的那个也是两千万像素的 那个CMOS 他R6就是采用同样一块CMOS 他说还有改进 改进当然我们不晓得 厂商是这么讲 是他用那个方式 所制造出来的一个相机 但是我用他用哪一个镜头 到四到一零五 光纤四 因为他最方便 他在通常的一般警务中 都可以拍到 也就是你不要再去裁切 不用再核放 他的指数保持了两千万 非常棒的一个镜头 非常棒的一个画数 就是到四零五 好 我用R5 我用一个一百四百的镜头 各位都会想到 那种大白 也一百到四百的镜头 光纤四点五 还是四到五点六 那个镜头 那个镜头是又贵又重 我有没有 我也跟人家错了 那里买的 Sony Sony我也买了一个 A7-4跟一百四百的 那个ZM的镜头 ZM的一个要六七万七八万 我从来不记得价钱 我不太清楚 还有A7-4 那是我专门用来拍什么东西 拍核花 核花的照片 我认为我需要比较高直视的照片 因为为什么 我只有带到核花指 就要一接一接 所以说我非常轻松 而且我的摄影地点都在台北市 三四个地方 所以说我就可以一年到头都拍不完 那我就是比较坚虚的过程 所以说我用一百四百 那个最高直数的 那跟各位报告 我现在用的 是天龙的最近出来的一百到四百的 一样一百到四百的镜头 因为他刚差不多一年前 他跟熬六熬五出来的时候 也同时推出来一个一百到五百的 变焦镜头 那个镜头八万多块 到现在都还要排队 都不一定买得到 所以说我认为应该不需要 因为我看他的数据 各方面的方便性 变析性 跟他的重量售价 我认为不需要 所以我没有买 因为我已经有收银的站 后来他推出来一个一百四百的 光纤五点六到八 只有差半格到一格的档位 但是他跟各位报告 你们如果那个要赶快去买 他的售价只有一万八千多块 跟那个八万多块的差几倍 你想想看 他的重量只有六百多公克 也就是说你连相机加起来都没有一个一百四百的GM镜 还是一百到五百的一个镜头来得中 他非常的轻便 好 那我已经过了几次的测试 尤其在前一段那个昨天 昨天回来拍一些照片 我现在在做处理 哇 那个直数 那个锐利度 放得不得了 我就是用一百四百的那个最便宜的一万八的镜头 拍摄出来 那我为什么这个这么便宜的镜头装在一个比较高价位的瓦五身上 为什么 你们你们有人要问的问题吗 那如果没有问要问题 那你们的讲话声音室先关掉 好那你只要问我 不然会干扰到我在讲话 好的 那我那个一百四百的为什么装在瓦五身上 现在我将我的都有根据的都有凭据的告诉你们 不是用我的喜好 喜好还是不喜欢来评断一个镜头 一个器材 用什么器材 因为瓦五它有4500万像素 它4500万像素的这个概念 就是说你可以裁切 你可以裁切的比较小一点 还是有比较高的画素 不用减低它的画质 那是瓦五的话 我就是切两个切换器 就可以转成1.6倍 1.6倍的概念就是 我400可以乘1.6倍到640 也就是表示我这个140 只要两秒钟 一秒钟切换一个按键 我就可以变成640 也就是说我这个镜头加上R5 我可以从100到640 那它的画面还可以保持的不错 你们要知道4500万像素 如果变成1.6倍的话 只有剩下1600万像素 不是照它说 剩1.6倍就是4500除以1.6 不是这样 它你要看它的那个CMOS 它减了多少的面积 用那个来计算 不是说我1.6倍就是1.6分之一 不是的 它是2.2分之一一下 这一点各位要了解 所以说R6不能再变成1.6倍 就是APS吸引来拍照 但是R5是可以的 所以说我利用他们各种器材的它的特质 我来搭配我的环境 我的拍摄的方式 所以说我现在那个一些1.8的 1.2 1.4的镜头 我现在基本上是不用 我就是用三个那个对焦镜来拍照 我认为我拍出来还是不错 你看刚刚你们看到的照片 我用这张照片来看它的数据 让你们看一下 EOS 7D 70到300mm的F4到5.6的IS 这是IS的镜头 我是用光圈9 光圈9 你看一下 我不能完全把它模糊的太厉害 模糊的太厉害 你连主景都模糊掉了 400分之一秒拍的 那为什么400分之一秒拍的 因为我根本几分之一几秒拍的 还有IS多少 我根本不管它 那我都是用自动的 那再来讲一个 我比较啰嗦 因为一定你们要懂这些 你们在拍照会才会比较轻松 你们尽量记下 他ISO是1000 有些人说ISO是1000多少 什么这个不好 其实你如果不到6400以上 还是12800以上 6400以上都还算不错的 所以说你不要管它 所以说我习惯用最方便的方式在拍照 我在拍照的时候求的是什么 两点 两点 一个是它的众生感 也就是它清楚模糊的程度 我是用光圈在控制它 光圈那个距离也 就是可以制造紧身的条件 因为优良的时候 我的光圈就不会用的完全开光圈 你看我这张是用光圈久的拍的 但是还是很模糊 因为近景跟远景 我的离竹景比较远一点 所以说我为了要加深 那个竹景的清晰度 我就光圈久了 那ISO跟速度 其实是由相机的控制 因为我用 我这个没有 它没有显示交际出来 但是我猜 我这个交际一定是到400以上 所以说到400以上 它才就会给我四百分之一秒的速度 那四百分之一秒速度 就是安全速度 一百 就是你用一百mini的镜头拍 它的安全的速度 就是比较不会守正 防守正的速度 就是一百分之一 但是现在RF的镜头 跟RF的机身 R6 R5的机身 都有很强很强的防守正的装置 那在怀恨潜强的防守正装置下 比方说 我接上我140的这个镜头 它可以高达八档 八档的防守正的效果 八档的防守正效果是怎么样 就是以 我现在用一秒钟拍 它所得出来的防守正的效果 是没有防守正相机跟镜头的 一百二十分之一秒拍 这样了解意思吗 以前我用一百二十分之一秒拍 拍清楚 拍的不会防守正 我现在用一秒钟拍 也可以防止守正 这个概念就是这样来的 你们可以算一下 从一秒钟到一百二十分之一秒 差了几格 那你们就可以算出来 好不好 所以说你们这些谨慎的问题的话 要实际情形来用 我这样很啰嗦的回答你 也就是我让你们的观念上 要伸直在你的脑海中 你就不用 常常 这个到底我要带哪个镜头 老师 我常常每一次 每个摄影团 每个问题都是 老师 我现在下去要带什么镜头 我说 什么镜头都带 只要你要带来的 你带得动的就带下去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的景物 不一定是小品还是大景 都会判到 好不好 所以说很多人 很多老师 你不要带什么镜头 你只要带什么镜头下去 通常他们都会碰到一些疑问 好不好 OK 我们再来用 这定交镜多少 多少镜站 多少光镜多少 这个都已经问了 都已经解答完了 你们如果还听不清楚 我讲的太啰嗦 但是我要你们很快就学会 好不好 那一个无俗币小姐 应该是小姐 如果用PS简单调整 我现在 我在我们这个问题谈下去的话 就时间快到了 没关系 看照片不重要 好 我现在再告诉你 我不会用PS 我现在还是 我刚换了一部新的暧昧 但是我现在还是使用 没有用Lightroom 没有用PS的 我还是用Hotoshop 好不好 我还是用Hotoshop 来处理照片 用最原始的 那不要如何简单的调整 各位好 听清楚 我跟大家讲好不好 听清楚 非常简单 一定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调整照片 其实很多的老师 加了好多的Photoshop那些技巧 你们如果学会的话 你们真的非常厉害 如果学不会的话 那你们就比较快乐 你们学会的话 你真的想要求完美 但是我在照相 我是求我快乐 我不是求完美好不好 所以说我不会批评 其他的那些非常高明的那些 活着效果的老师 不会批评他们 我觉得我很敬佩他们 但是你要不要我学 你坦白讲 我真的不想学 因为那会让我造成我的困扰 困扰不好 好的 那我活着效果的话 OK 来告诉各位一下好不好 各位注意听一下 我第一步 第一步 通常 把一张照片拿出来以后 第一步 就没有几步 四五步而已 你们听清楚一下 就是我会先到射接 射接去调整 射接从左往下拉 是按的变 就是整张图片变暗 对不对 由右边往左边 从中间拉 它会变亮 那有时候 你不要用左边右边拉 你可以从中间那一点 往左边往左调往右调 调整到一个那个亮部跟暗部 都你认为看起来比较舒适的 比较你喜欢的那个地方就停住 我就先调光这个射接 记得 我第二步通常就直接跳进去NIK NIK 各位不晓得 晓不晓得 晓不晓得 晓我不晓得 你们可以再请教其他的人 因为我在软体方式 我非常的笨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获得效果的那些细节 但是我可以告诉我用NIK NIK 我通常只会用两种方式 两种模式 他NIK下出来的 哇 吓死人 几十种上百种的一个模式 但是我就 所有全部经过测试以后 我是喜欢 我只会用两个模式 一个叫做过副模式 一个叫做色调调整模式 色调跟那个 什么调整模式 你们注意在色调跟什么 跟光亮的调整模式 那也就是用那个模式 我是要调整什么东西 过副的模式等一下再谈 我那个调整那个什么 我现在记忆力真的很差 那个模式是我要调整亮部跟暗部 我只要把亮部往右拉 他暗部就会变得比较亮一点 不会那么暗沉沉的 好的右边是亮部 亮部我把它往右拉 他就会变成比方说白云 完全一片死白 他就变成有层次 其他老师 那个Photoshop老师教的 他们真的很厉害 他配合整的很棒 但是太浪费我的时间 因为我的宗旨是一张照片 如果超过两分钟我就不太喜欢 两分钟以内我就调出一张照片 那我往右 亮部的地方我往右拉 他的白色就会像这样 这张照片你看白色 他还是有层次的 这我都是有拉的好不好 那只有这样 好 那第三步 再来 如果摄像饱活度 就是饱活度 你认为 你还要再调整的话 你再进去饱活度的地方 调整它的饱活度 好 调整饱活度 有几个方式 一个是全部所有的颜色 就是主色材 你全部调整 饱活度比较强一点 还是降低它的饱活度 都可以的 那另外一种方式 就把颜色给分离 比方说我在拍核花 我通常会用一种模式 就是颜色分离 把红色的彩色饱活度 强化一点 强化一点 如果还不够的话 你可以藏色像那边 要把它加红还是加黄 你就加绿 就可以从色像 这上一层的色像那边 下去调整 好 那我的绿色 比方说我在拍这种叶子的 在荷花池里面 很多的情形下 它的绿色的 会比红色的 更加强眼 更加亮丽 那就撕掉那种荷花 要凸显核花是足底的一个本质 所以说我会把红色的 保护度增强 通常通常不是一定 那打本绿色的保护度降低 那就会变成万绿从中有一点特别突出 不要让绿色的宣冰夺主 这是我调整的一个方式 你们可以做参考 这个就是色像保护度 然后到最到最后第二步 后面的属来的第二步 就是亮度 亮度跟对比 如果说一个对比性 比方说我们在那个斜色光的情况下 斜色光的情况下 它那个那散色光就是从影子里面 有那个霞光出现的情况下 我们通常会在最后的时候 把它的对比拉强 也就是那个光柱 一个一个光柱下来 还是在那个树林中 有一个一道光这样射进来 下面又有灰尘 还是那种燃烧的烟上去以后 那种光柱下来 你就要增强它的对比 增强它的对比才能显示出 那个效果 那个就是散射光 那个瞎光的效果出来 然后再亮度再调整一下 你看再亮一点 你调整你对比度调整以后 你再调一下亮度 到你喜欢的位置 最后第二步完成 那第一步 最后一步 锐利化 锐利化 我可以告诉你 到底是我的电脑 用1080P那个显示幕 萤幕 现在变得很适配 看得比较清楚还是怎么样 我总认为我什么 最近的我的照片 锐利化很强 以前我会锐利化 会到200以上 甚至到250以上 就是总量会到250以上 我的那一种 摄差 那个缓差 会调整到2以上 但是我今天在调照片的时候 我只要120 就是第一项 那个名称有时候我会把它忘掉 因为每天在用缓 然后不会去记它名称 但是很顺手的就拉到那边去 就是遮瑟片锐利化 我锐利化是放在遮瑟片锐利化 把它拉到120跟1.2 反差那边1.2 总量120 我认为非常漂亮 你如果说保护度太强 还是你的那个锐利化调整太强 这张照片会很假 就像这整整容过的那个网美一样 一整张脸就像那个 查塔拉的感觉 他不真实 他可能很美 但是不真实 但一般人喜欢真实的 不是那种美容过的 花了两个小时化妆的那种 后面的效果 通常我们比较不喜欢 他也显亮 但是你不会很喜欢他那种感觉 好 我现在的Hotoshop的几个步骤 我再把它整理一下 第一个 我通常会用色阶 你也详细内容我就不讲 第二个 线润逆渴 那过曝的模式 那是另外一个层次 那个以后再跟各位谈 好不好 过曝的模式 我看到那种照片 再告诉各位 那是过曝的模式 就另外一种 第二步 第三步色彩的保护度 再整理一下 第四步 对比跟亮度的调整 第五步 就是锐利化 就是我只有五步 这样有没有简单 你们听到会论到 可能会 好不好 以后如果说我们要 可以直接面对面上课的时候 我在讲的会比较清楚一点 马上实际操作 让你们完全的明白 那我也可以在线上操作 但是可能时间也不足 改天我们再找个时间 再用线上操作 让各位看一下 好不好 好的 那再来还有一个几个人有问题的 你们这样写下来的话 我可以很详细的回答 因为我就知道你们需要什么东西 所以说我可以比较详细的回答 还有很多人问问题 我不晓得一直在来 好的 那一个解儿 解儿 请问老师拍蜘蛛 加蜘蛛网那张 使用多少光圈 测光跟对焦模式 很好 我都非常乐意的回答你们 OK 我把它找出来好不好 你们说 你应该说的是蜘蛛网 蜘蛛网非常明显的那张照片 没有到这 这张 好 这张照片的话 那我数据给大家看一下 同样是同样的相机7D 7300 是那个这一支 这个镜头 那APS-C的 我是用光圈8 那为什么用光圈8 因为那个蜘蛛很小 我不希望它的紧身太浅 那为什么到光圈8 还可以这么模糊 因为后面的背景离我很远 那我光圈8要让蜘蛛 跟蜘蛛网都非常的清晰 所以我用光圈8 它的数据出来是250分之一秒 也就是我这张照片 大概是在250秒 250分之一秒 大概是在200的镜头 到300的镜头之间拍摄 所以说它ISO就高到3000浪 但是3000浪我拍出来的 还是没有什么照点 大家看一下 还是很棒的一个 一个蜘蛛的照片 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就告诉你了 不一定要最大的光圈 不要说为了我的前景深 用最大的光圈 不一定 通常是 但是那个 告诉大家 那测光 测光刚刚我已经讲了 对焦的模式也讲了 评价是测光 中心点单点对焦 然后按住快门再构图 那细节说 我也想知道 这个已经讲了 如果将蜘蛛与蜘蛛与蜘蛛 同时拍得清楚 又有漂亮的闪景 这个很不容易 很容易好不好 不会不容易 因为我在拍的时候 这个蜘蛛 跟它的蜘蛛网 是在同一个平面上 它如果蜘蛛网 是Y7扭8的 你不可能整张蜘蛛的清楚 所以说 我那个距离 我的距离 跟那个镜头的距离 跟那个蜘蛛 跟蜘蛛网的距离差不多 也就是它是放在同一个平面上 同一个平面上以后 蜘蛛跟蜘蛛网都会清楚 但是后面的那些枫叶 它离得很远 尤其在那个白光 白光它是在 那个树顶的树梢的 上面的那个空隙 它反映的天光 天光就是一个一个空隙出来 照射下来的 所以说它变得非常的山景 好不好 这样了解了吗 我还是跟各位讲 我的后搜效果非常笨 不敢说 我只有五步 你再问下去 我就穿帮 我就其他都不会了 好不好 对焦或再改变构图 是手交点 对的对的 对焦或再改变构图 就是我对焦 同时锁定 同时半暗快门 就锁定对焦点 跟什么东西 跟测光 跟那个 那个曝光纸 然后再移动 在移动相机 到我本来是在中间点 对不对 然后我再把它构图 放在黄金点上 把竹井放在黄金点上 也就是要移动相机的位置 不是位置 移动相机的角度 就可以拍出来 这种感觉 这样不知道清楚不清楚 好不好 那你们如果还拍出来 不要去年 好不好 因为第一个 我已经拍了很久 第二个坦白讲 我在那种摄影眼上 我好像开始学拍照 就有比较天生的声音 所以说我拍的照片 跟二十几年前 刚开始在还没有投博学会是 硕博学会是之前的照片 好像相差不多 也就是我好像进步不多 好不好 那所以说这个是事实上我学生很多 那可以学到我这些照相的可看性的 事实上可能还不错的 OK 这样 还有一个雪妮妮 好好听的名字 18000的我全部 我除了两个镜头 一个是140的ZM镜头 这是最高档的镜头 跟一个20mm的光圈1.8的大光圈电焦镜 是Sony的以外 我Sony还有一个A7R4 A7R4就是6100万画素的相机 它的画质非常的好 我只有那一套是Sony的 其他我五六个相机 全部是Canon的 所以说18000的镜头 是哪一个镜头 在100到400 你可能要去问一下 还有没有货 可能一半都要等一下 但是我们台湾的 我们摄影者非常幸福 我们通常不用加价购买 你知道在香港 在澳洲 在大陆 新机通常要加价 两层到三层去购买 你才买得到 他们黑心商店 但是台湾的不会 他会叫你等一下 也不会等太久 他可以用定价 还是低于定价买的 像我在永家买的 他的这一支的定价是19,800 好像是19,800还是多少 我忘掉了 但是他就卖我18,800 好不好 是很棒的 你不要跟他说卖1,800 他如果跟你开一万八千 不要啦 一万八 不要说我老师说 我拜托去拒绝 开玩笑的 他不会 他人非常好 那就是Canon的 记得7月NOA 我的主力产品 就是7月NOA 对 有人帮我 这个Canon RF 100,100还是400 这是正确的 好不好 拍摄时测光点跟对焦点的位置差别 一样 好不好 我刚刚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一样 对了 还很棒 这个有人就抠这张在那个镜头的上 他只有600多功课 好像是620、630功课 非常的轻 比我的24105的那个镜头 光圈室那个镜头还要轻 跟我那个14到35米的那个镜头 重量差不多 但是他的品质跟你保证非常好 你们接着可以拍到很棒的相片 那下面这些是什么东西 下面是人家 他不是问问题 画面没有 对焦后再摆更后 送你的140那个好镜头 我有的 那这个好镜头 但是很重对不对 但是比以前的好多了 以前我们在用 Canon的EF 100到400那个镜头 它是1500多功课 那现在Solid的100到400 这个镜头才1300多功课 都已经轻量化 但是这个镜头 它虽然是很便宜的镜头 不是L镜的镜头 但是还是很棒 那我出门 那我出门再玩 我用那一个 但是我在台北拍核花 人花 唯一用的意思就是Solid的 这个140 那我常常会按 把它的改变成全化 我还是改变成APS-C的 我会放在C1 就是另外一个设定 就是自我电力的设定 我按一下键就变成1.6倍 再按一下就回到全化 很棒 现在的相机都非常棒 所以说如果说有人问我相机 什么会比较好 如果你们一般在买的话 当然是Sony Canon跟Nicon 这三个是主力厂牌 其他就算是比较小众市场的 那这几个镜 这个跟提供给各位周围参考 还帮我留下来的73,700 公司价73,700 通常还可以偏一点 OK 以上所有的问题 十几个问题 还不错 那基本上都答完了 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答完的 还是更了解的 我们那个小张在开放 让他们问问题好不好 有没有问题 还是再写进来好吗 那我们再写进来好的 我会等一下 我会再 各位几分钟我会再看一下 我们还是再来看照片 再等我一下 好吧 好的 各位好朋友 你们回应越多的话 我讲的越热忱 你们如果没有回应的话 我就是照本宣科好不好 好的我们刚刚就台 到哪一张照片了 因为太多照片 我还是要让大家尽量多看一些照片 你们在照片中懂得我的理念跟我的那个 刚刚刚是在这一张 在这一张 同样的是白色的树干 它夹在中间 在枝牙的中间 所呈现出来的味道 那上面这个模糊 是前面 又有那个叶子挡住 然后把它模糊化 像这种就很亮丽 有没有看到这种照片 非常的亮丽 这个表示在很好的天气中 逆光拍摄的 你看它上面都有光斑在 那为什么会有光斑在 我告诉各位一下 这是在下雨以后 晃晴 太阳出来以后才有这种景色 你看上面有一个点点的光斑 那是雨珠水珠 然后在逆光的情况下 它闪闪发光 那你看这一片叶子特别的亮丽 所以说我就以它取景为足景 我将这走上角的这片叶子 非常亮丽跟透视度很高的 很清澈的这个树叶 当成竹景 其他就是湖景 好不好 不是单调的一只上镜 右上角还有一个下来 它也可以当成它的湖景在 跟各位坐上 就是最漂亮的时候 不管拍荷花 还是拍枫叶 还是拍特别的节目 最好是雨后出群 下雨以后 太阳出来 那是最棒的时间 这个就是残叶 跟嫩芽 右边这个是嫩芽 跟残叶在一起 它也有那种味道 这个是雨中拍摄的 它的水珠快要滴下来了 跟各位报告 我在拍摄中 尤其是荷花 我只有带一击一镜到河池 我从来不会带 那个钓鱼干去泼弄它 也不会带那个水物 还是在喷水器 去滋润它 从来不干这种事情 我认为自然就是美 所以说我看到什么拍什么 我也不会去布置 因为我那个脑筋不太灵光 我不懂得怎么去设计 去布置 但是我看到一个美好的东西 我通常会眼睛一亮 眼睛一亮 我就知道什么是竹井 什么应该要怎么搭配 这是我比较有利的一点 你看这个水珠多漂亮 它都反射它的一些镜面 好的 那我们再下一支 也是一样 有没有 在右下角这个叶子 上面含了水珠在 这都是在以后 以中所拍摄的东西 一个淡淡的枝叶 这样延伸出来 那你们要看数据一下 也可以让各位看 我又是用光圈吧 所以说不要相信说 我都是用那个 最大的光圈的不见得 好不好 但是用长镜头 这个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这是用EF100mini 光圈2.8的micro 镜头拍的 用micro拍的 而且不到 不到100mini拍 因为它我的 只有八十分之一秒的速度 也就是它在八十分之一秒左右 可能在六十 也就是它在八十mini的焦段左右 还是六十mini左右 那因为我可以靠近拍 这个 这个 可以说那个枫叶 离我非常近 我几乎是靠近拍 所以说 它的 我光圈是光圈拍的 我靠的它很近 可以跟各位做参考 这是为什么我会用100的2.8拍 因为这是在我公司的顶头拍的 我公司的5.8拍的 ok 再来 这张照片也很有意思 又是雨后 雨中 你看一下 那个树叶 是湿的 而且有光泽 有光泽就特别的亮丽 它是被这个落叶 你看落叶它更美 它上面有七彩的颜色 那它又被一个 它是落叶没有落到地下 它刚好被一个蜘蛛师 蜘蛛师把它拧住 它在空中飘荡 它在空中飘荡 那我又要你们如何去拍摄它 第一个 你对焦要清楚 但是它拍档中 你如何去拍到一张对焦清楚 又构图相当不错的照片 那告诉各位 通常我会把相机 除了在拍追踪人文 追踪 比方说骑马 比方说马群 羊群什么东西 羊群不会 羊群走路很慢 马群在奔跑 在表演的时候 还是在机车比赛 摩托车比赛 还是自行车比赛 它要追踪摄影的时候 我才会用比较快的 比较一秒钟就是高速快门在拍摄 通常我也不会用单张的快门在拍摄 我通常会设定在慢速连拍的那个装置 就是慢速连拍 不是用单张拍 也不是用快速连拍 我是用慢速连拍 慢速连拍的概念就是 一秒钟三张 那就是表示我在拍进入的时候 我轻轻按一下就放开 轻轻放开 按一下放开 就是一秒钟 就是一张 你如果说我都按一下下 可能是变成两张 变成三张 通常我都会 常常会按的太重 就是两张三张 因为我没有放的太慢 放的太快 放的太快 把快门放的太快 可能会造成猛虎 当然不一定 要看你的速度到什么程度 你的稳定度到什么程度 所以说这种情形下的话 我们要用慢速连拍 就是它在飘荡中的时候 你就按个两三秒 拍个七八张五六张 绝对会有成功的一个 所以说它在飘荡中 它的支出是不是指的下来 它是在飘荡中 好不好 这张就不一样 这张 这张就不一样 也就是我是连拍的 一个模式 像这种也是一样 我不是在尾端 我是在这个花蕾的地方 比较漂亮 这个也是一样 你看 这个就是在阴天中往上拍 阴天中天空 就是按纯准的颜色 但是它还是亮丽 那它是有光 它不是没有光 它是散射光 散射光的情况下 我们要增加它的对比度 但是白的地方 我用那个尼克 把那个白的压抑下来 太白的话 我把它压抑下来 变成灰色 这样才不会太白 这个在尼克的处理中 非常容易 我推荐给各位 这个是一个最好的处理方式 像这个都是一样的 它在事实上 这张照片 对面那个斑点斑点 它不是雨珠 它是天空中的一些空隙 就是数月中的空隙 密密麻麻的空隙 那我经过常见的 我看我这张的数据是什么 我这是五点六 七十三百五点六 是 它在五点六 我是在缩小一格的 这样拍出来的 那因为它的距离比较远 因为这一个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风月的风月的话 它很小 它非常的小 所以说我会比较靠近它 但是它离那个树梢比较远 它树梢中斑斑斑的 就是天光露出来 那个就会在偷胶的情况下 变成圆圈圈 一个一个圆圈圈 这是天光 这也是一样 它一颗刚进去在右边 刚进它的大门在右边 现在当然这 现在没有这种景 不同样的景 那我是蹲下来 蹲到很低 那如果现在的相机 可以翻转屏幕的 就不用蹲那么低 就可以蹲低小度拍摄 用低小度 由下往上拍摄 也是斜线构图 也是有竹井跟湖井在 那你们看到 其实上面的跟下面的这个叶子 它不同种 是同一棵树 是同一棵树但是不同种 因为它是用台湾的树种下去赔 用那个日本的攻略的去分支插支插批 我都请教他们 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出来的 这个很有意思 也是用长地 我看一下数据 800分之一秒 这是表示我这个用到最长的 可能用到480了 480的那个 它比较稍微远一点 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你看一下 有两片红叶子 刚好从很多的枣列 就是树干上生的那些枣列 比较大的稍微那种枣列 它是延伸出来的效果 我用斜线构图的方式 那你看这样 左下角这个红叶子 它下面的部分变成半透明 为什么会变成半透明 因为那个树叶在前面 我们经过偷窍以后 它靠的很前面 靠我的镜头很前面 事实上这些都是在前面 这个红叶子是在后边 这个配景 浮景是在前面 前面才可以显得那么大 而且它模糊的程度也好 是在前面 在竹井的前面 浮景在前面 在前面 竹井在后面 所以它变成半透明的状态 这张也是我比较喜欢的照片 刚好上面又有一只小虫 有翅膀的小虫停留在上面 绝对都不是后制的 因为我不会后制 这个也像很亮丽 这个都非常亮丽的照片 各位可以做参考 这张照片就有意思 它那些树干中所呈现出来的 脱胶以后的光源 它会变成很有意思的 像太空 太空会飞船的那种感觉 好 这个就是同样的 好 这一点就要谈到 这一张跟这一家是一样的 这是原始的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就是用过曝模式 拉出来的照片 用过曝模式 你们可以试着拉拉看 好不好 那详情我就不再多谈 我们应该试点了 我尽量让大家多看一点照片 如果说你们有事想离开的话 都没有关系 像这张照片 我花了很多的工夫 气喘喘的 因为我用140 那时候用7300 同样用7300的这个镜头 那在4 应该是在480 480米最长的镜头拍的 那这个蜘蛛很小对不对 那很小的情况下 我要显示出他的 这个你们都有看到 这个很小 拍的非常清楚 很小 那要对焦的很清楚 而且他也在动 风有风 有风在动 所以说也要用那个连拍 了解吗 要连拍 要慢速连拍 那我为什么这张很难拍 因为我要把蜘蛛放在 最白的那个空位上 所以说我一定要慢慢移动脚步 他风一吹 我要就要移动脚步 那把这个蜘蛛放在 背景最白的地方 他可以凸显出 这个很小很小的蜘蛛 这个蜘蛛就是以前 移动脚步似乎比较大 那就是比较大 好不好 就放在右上角 那个蜘蛛 有没有看到这个蜘蛛就延伸下来 斜线构土下来 我都会很自然偶然的 严重这种过土的方式 斑难中的一个小蜘蛛 这是一样 看一下 他的树干中 好像一个这个小屁股 一个老人 这个就是过步的模式 调出来 各位做参考 好的 这个里面也有 这个是什么 应该是棉花吧 应该是棉花 还是不知道 我怎么当什么 我对植物是一笑不同 我吃了会一点点顺以外 其他都不会 这个都一样 台北奥万大 他有一个很大的特性 就是他的树种 他的颜色非常的丰富 有时候 哪一年会碰到什么颜色的时候 不一定了 什么时间去会碰到不一定 但是我这个就碰到黄色了 很漂亮的黄色 加上红色的背景也是很凸显 这个是什么花 我不晓得梨花 梨花还是什么花 请教各位一下 我不晓得这是什么花 这个也是有意思 没有详解太详细的 我们就只有这一百多张看我们就 下一次我们就要谈别的主题 那这个地独心的同样 地独心的家 然后整个蜘蛛网 都非常的清楚 那前景就是这一片的工业 这个就有意思了 这张我特别要讲一下 各位如果说已经有忙的人 愿意再听了 这个工业就是你看背景是树干 黑的树干它特别明显 那左边这个光斑是什么东西 它是在山上有一个不锈钢水塔 水塔的一点点那个光线照射上 一点点的反射光 在经过偷窍以后 它变成一大团的反射光 那我在用树云放在里面 变成一个浮井一个竹井 哪一个是竹井浮井 你们喜欢的怎么样 就是这样 我用不同的构图的方式 这个就是这个不是灯 也不是什么东西 也不是水珠 是不锈钢铁塔的反射光 看到这些照片都是美美的 它会长柔柔的美 它不像那个大片的那种枫叶 很高大的枫叶 9月10月拍的高大的枫叶 它树大就是美的感觉 它是一种很柔柔的美 我们利用它的光影跟它的景深 它的颜色 你看它的颜色也是很多种颜色 这个是我怎么拍的 我刚好在坡上往下拍 往下拍那个水沟 它灯光照上去 点点水珠 点点水光 一点点它 你只要脱胶就会变成 大大的圆形 这个是一个特性大家可以做参考 很能力很漂亮 很小 这个叶子都小小的 尤其这个嫩呀很小 这个是要精细的构度 有没有意思 这个有点写实的形象 写实的形象 其实这个写实的形象是怎么来的 你知道吗 是有人 我在坡上在拍照 就是没有进到园区 在一个坡道上 进去的以后 进入他那个车道以后 在一个往上坡的地方 我在那边拍照 结果刚好有车子停在坡下 灯光照射上去以后 有光斑 我就利用前景 制造出来的效果 有松枝的效果 这是有松枝的效果 把松枝在旁边做搭配 一种出来幻化的效果 好的 大家都累了 我还好 那让大家看看不同的 一个同样的地方 可以有这么多的变化 也就是拍小瓶 他的好处就是拍不完 什么条件下都可以拍 拍不完 但是坦白讲 不容易拍 小瓶 越小瓶 越不容易拍 应该大家都可以体会到 像这种 我利用他的 从底的效果 光影所制造出来的欢力 像这种 小月子 大月子 他颜色的不同 所变出来的一个 的幸福 留给大家幸福好不好 希望大家都非常看到我的照片 都会非常的幸福 下雨 大鱼大鱼下不停 这种感觉真的很棒 又是蜘蛛 这是斜的蜘蛛 就不可能整张蜘蛛网都清楚了 这是斜面的 这个也有意思 这个好像一条 一只蜘蛛 浮在半空中 事实上 他是在网中 但是 我是逆光的群下 往上拍 不是逆光的群下 他天空是灰白的情况下 往上拍 所以说他蜘蛛网就被吃掉了 他变成周围树干这边周围 他的蜘蛛网很清楚 又一只蜘蛛在黄金点上 这个比较逗趣的黄泉 像这个也是一样 点点 我说他是蜘蛛网果 是没有错的 雨中 雨中 这个很单调的一个灰 那个阴天 阴天我就取他的话 蜘蛛网 把他又不同的 种类的枫叶次数 再把他一个蜘蛛放在这里 这一个方式 你看像这样 刚刚是一个直的 现在是一个横的 这个又是直的 一个画意摄影 一个好像是 那个中国的山水画的一个构图的方式 你看看 金色色 他的蜘蛛在某一个角度的投射下 他会变成金碧辉煌 他住在豪宅里面 这个住在豪宅里面的感觉 金色色 他住在豪宅里面 这是阳光照射的情况下 他就会变成金色色的感觉 这个很有意思 各位看一下 这个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支出扭曲 他扭曲就是他支好的是他不会 支出那一种扭曲的 支支网 他是数月在扭曲以后 他就变成这样 可能风吹 可能其他因素不晓得 有没有看到 在不同的角度下 同样的一个支支网 你在不同的角度下 你会看到这么亮丽的东西 那他事实上你要看得到就拍得出来 好不好 你看得到他这种情形 你就可以拍出来 他非常的亮丽 不同的感觉 事实上是同一个支支网 拍出来的感觉 这是实跟虚的感觉 虫卵 这个拍那个虫卵 那个小虫在上面的 这个也有点意思 他刚好他在对面 他是一个小叶子 跟一个大叶子的虫叠 所整现出来的效果 比较细腻的效果 有一个外星人在看着 你有没有看到他侧头在看着你 他好可爱哦 他是太空宝宝 好几个宝宝在看你 他好像人脸 你看一下 好像一个抬头在看东西 他千变万化 他的一个小小的园区里面 我大概有一千张以上的照片 下雨中 我这不特别介绍好不好 你看一下 有没有紫色的叶子 有的 我不会去变他的颜色 他就是紫色的红叶 很少看到 但是那一次我就拍的非常的高兴 他紫色的叶子 原汁原味的 没有没有骗的 就是这样紫色的叶子 这是红叶子 这是黄花 你看黄花 一个含苞带放的 跟一个盛放的 我就把它凑在一起 蛮有意思 小小的一个嫩鸭 哇 这个又是豪宅 很乱的豪宅 他没有整理的 很乱的豪宅 他紫色紫 但是他的资质王就是 没有那么整齐 这是乱七八糟 这是平民区 资质的平民区 很亮丽的 很亮丽的 所以说在那边不要忽视的 他的蜘蛛王的可看性 跟可照性 有意思 在阳光的照射下 这个蜘蛛 我没有看过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他的脚是 他生殖的最起码有三十倍长 那个脚非常的长 这个肉咖蜘蛛 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在大雨中 在一个绿色的草丛中 长出来的叶子 我还是把这一局 这一局就全部看完 这个才一百多张 本来要准备另外一集 让各位看 但是现在已经看完了 那可能各位也要忙了 那最后 我们无限制的可以再提问 看有什么问题 我来看你们有什么问题 我还没有回答 我看一下 刚刚就一直要把它讲完 对 对 我非常同意 Sony的A73制定件超多 而且 我看一下 我从头开始 那 那我看一下 好的 那个 那个 雪妮你的 那个 我们的同好讲的 你收的制定在Sony的机制上 也可以吗 有的 非常多 Sony的制定意见 它 以镜头来讲 那我再介绍给各位 Sony跟Penone的 镜头的不同点在哪 如果是在Sony的比较高阶一点的 镜头上 它 在 镜头上 有那个 锁焦点 也就是 你不一定要 所用那个 那个 那个 按钮 就是我们 快门的按钮去 锁定 你也可以 那个 对焦点 就是 你也可以在镜头上 它有 有一些高级的 比方说 A7 那个 那个 100 400的GM镜头 它有三个锁定点 其他的 都有一个 锁定点 你按上去 但比较高阶的才有 就是 Z镜以上的 GM镜更不用讲 你可以按住以后 你不要动 就是左手 你可以在镜头上 锁定那个焦点 不要动 它就不会动 它更容易做到 好不好 镜头可以用在APSG 当然可以 你用APSG 是可以用全画五的 面 这个 面的 这个 这个我们的朋友 可以用在APSG的相机上 绝对可以的 也就是说 APSG的相机 可以用全画五的相机 而且它是延长成1.6倍 就是 但是它的画素比较小 而且它不会裁切 但是 那个ADJSG 可以的 可以的 不是不行的 但是 现在它APSG 对不对 你说不行也对 你不能用在M的 APSG上 可以的 不行的 但是 你可以用在即将出来的A 熬漆 熬漆 熬漆马上会出来 好不好 熬漆马上出来 它会 它大概这两三个月内会出来 你的100 400可以用在熬漆的身上 但是目前它还没有这个同样接头的 其实熬熬漆的熬接环的这个相机出来 所以说你没办法用在以前的APSG的身上 不行的 所以说你讲的是对的 熬漆里 熬漆里 这个是对的 熬漆里 熬漆 好不好 6D加转接环可以吗 6D加转接环可以用在100400的身上 绝对是可以的 6D 7D2 那个都可以用 转接在 我想一下 6D会转接环 不行不行不行 对不起 6D就是 F1的旧式的DSLR 它不能用那个新的镜头去转接 不行的 但是 新的相机 可以用转接环去转EF的镜头 就是转以前的镜头 就是以前我用70300那个镜头 是会转接的 这样了解吗 就是 就是 EF 这个DSLR的 有反光镜的相机 不能转 转 不能用新的镜头去转接 不行的 但是 新的相机就是熬接环的相机 可以 比方说熬 熬P 熬6 熬7 可以转 可以转接 旧式的EF的相机 比方说以前以前的100400的 那这个镜头 是可以的 这样了解吗 A73的自定件超多 都很多 他们现在相机都非常棒 所以说都非常多 你这个相机说明 我就不看了好不好 我就不看那些详细的东西 它真的超多的 但是你要自己会用好不好 你说Canon 6D 转接环可以吗 不行 对 这是不行的 但是新的相机 可以转接旧的镜头 旧的相机 不能转接新的镜头 这样好吗 了解吗 哦 那个知识叫盲珠 盲珠就是 非常好 我又长知识了 非常棒 非常感谢大家 那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要下课了 搞不好大家都已经走掉了 还有没有人在线上 有 老师 人数还很多啊 哦 还有很多人在线上 我的问题都解答了 如果还没有解答到的 麻烦你再告诉我好不好 我们教学下 这个非常棒 盲珠我又知道 那个叫盲珠 以前听过 但是不晓得是那个 那也就是说 我非常赞同大家买Sony 还是Canon的系统 那我刚刚讲Canon的一个镜头 它有一个好处 它有一个 也可以说自定义键 自定义环在镜头上面 它有一个自定义环在上面 你可以自定义 你要改变光圈 改变ISO值 改变速度 还是要改变 它的加减光 都可以在上面控制 但是一次只能有一种 好不好 那在上面 你按住快门键 你按住快门键 你再转 比方说我现在5.6 我感到它的紧身不够 不够 我可以眼睛不离开这个视窗 我按住 按住那个快门键 它可以在那个一个转盘 一个转盘上 就是像这个镜头的转盘上 去改变它的光圈值 这是Canlon的比Sony优秀的 但是Sony比它优秀的是 镜头上它有一个按键可以锁交 这是他们各有的缺点 有点 那其他Nicone的 Nicone我知道它的品质非常好 它的品质很好 但是它在数位上 它可能有一点乐厚 那个Sony跟Canlon 现在它的销量大概是Sony 还是Canlon的三分之一 甚至是以下 它变成是 不是最主力的产品 但是它的品质非常好 而且跟各位报告 它的Z9它是最顶级机 最顶级机的话 它的定价最便宜 它只有四万多 好不好 Sony的好像 Sony的A1好像是七八万 那如果说Canlon的R1出来 它的最高级的旗舰机出来 我跟你保证绝对超过二十万 它的定价绝对会超过二十万 它不会比1DX Mark III更差 可能是今年会出来 好的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其他的相机我就不懂 还有没有问题 阿桑哥先生你真的答复得非常好 你非常内 很棒 都可以 是 那老师既然大家今天都没有问题的话 我想说我们今天的中山乐林的公益讲座 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那也请大家下一次的时候呢 再一次的准时上下 下三堂课的话 我都就会讲故事 用图片讲故事 很有意思 大部分是人文 非常有意思 好不好 各位 可以再跟大家聊聊的话 非常高兴的时间 好 谢谢老师 谢谢神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拜拜 来听故事 拜拜 谢谢老师 拜拜 拜拜 拜拜